好我们继续第五讲第三小节运动的分解 在这一小节中呢我们将会介绍 如何把圆周运动的分解成一系列的直线运动 来进行这个圆周运动的描述 同样的我们还会把这个用直线运动的 这个描述运动的方法来看一看 我们之前用角度就角速度和角位移 来描述的圆周运动的结论 进行一个比较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看一个示意图 这个我们已经很熟悉的 就是在XY平面的这个圆周运动的这么一个示意图 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字点的这个红色的小球 在这个圆周上面的运转运动 如果呢我们是一个三维的视角 我们顺着这个圆周的方向看过去呢 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视角呢 从XY这个平面的变换到这个XZ这个平面 在这个变换以后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小球呢 在XZ方向呢实际上是沿着一条直线进行往复的运动 然后这个运动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直线的运动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换到这个Y和Z方向 这个平面上面来看 同样的它也是一个直线运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变换完以后 XZ方向的话 它没有其他的分量 只有这个小球呢 沿着这个Z轴呢在这个上面往返的运动 因此呢我们实际上呢就可以 就可以通过这个投影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球呢 在X和X轴和这个Y轴方向呢都有一个投影 这个投影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 在XYXZ平面或者是YZ平面看到的那个小球的运动 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投影的方式呢 把这个呃圆周运动的分解成了X方向和Y方向的 这两个直线运动的一个叠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运动的呃 这个直线运动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运动方程来进行描述呢 呃在这个圆周上面的话 假设它经过了这个Z0的时间以后 这个小球的位于在这个点 那么它在X的方向的投影就等于R2乘以cosZ0 在Y方向的投影呢就等于R2乘以sinZ0 呃我们把这个呃这两个运动的方程呢 会成那个位移的函数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X的方向的投影的位移曲线 呃分别X的投影的位移曲线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cosZ0的曲线 在这个Y方向的投影的曲线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sZ0的曲线 那么呢我们现在经过了这么一个分界以后呢 可以得到XY方向的投影的这个位移的关系 我们进一步要想一想 我们通过这么一个方式 能不能得到我们在第一小节 就是我们在前面的第一个小节里面 呃讲述的我们用这个角速度和角位移 得到的这个这个速度和加速度 这么一个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这个位移SR等于SX和加上这个SY 它分别是这个X这个尖尖的一般读做XHard就表示在X方向的投影 这个表示Y方向的投影 XXXSY的分别是R2乘以cos 我没敢提和R2乘以sin我没敢提 我们可以通过三角函数的方式得到这个C塔S 就是说这个呃这个角这个位移的和这个RX轴的这个夹角的就等于就刚好是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C塔0 这样我们同样的对这个位移呢进行一个导数 呃取取完导数以后的话就刚好是等于我们的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速度呢是等于VX和VY这这两个速度 呃我们取完导数以后得到的这个VX等于负的R2乘以3乘以5mT 那么这个速度的它的角度是什么 我们同样也能通过三角函数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呢是什么呢 这个5mG呢它是有一个方向的就是说它是有正负的 我们一般规定的它的历史帧方向为正顺时帧方向为负 我们通过这个三角函数的关系可以得到C塔0加减二分之π 也就是说我如果我们是历史帧方向的话 这个这个速度的方向呢就是加上二分之π 如果是顺时帧就是减去二分之π 呃这简单的你呃我们从图示上呢也能可以理解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这个C塔的话 这是这是我们的位移的方向 如果我们在历史帧方向呢 这个这个它的速度的方向呢 就刚好是等于这个呃位移的方向的这个C塔角度的加上这个二分之π 如果历史帧方向是如果是顺时帧方向这么转动的话 它刚好就是减二分之π 这和我们的实际的这个经验呢也是相吻合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VX的它的绝对值的大小就刚好等于R平方呃加上Om的平方呃然后再开方这样的话实际上就等于VR刚好也等于R乘以Om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刚才用呃这个角位移和角速度得到的这么一个结论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对速度我们继续去导数我们看一下它的加速度到底是多少加速度呢同样也是有XY方向的分量 这个这个计算的过程我们就不不继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加速度的绝对值的大小加速度的大小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看到刚好是等于R乘以Om的平方这个是不是就还是我们刚才呃得到的这个阶段就是呃VR是等于R乘以Om平方这就是向性加速的公式同样它也可以变成V的平方除以R这都是已经大家比较熟悉的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呃加速度的方向加速的方向呢 同样同样可以经过通过三角函数的关系来看这呃它唯一的区别和这个角度的它的关系和它的那个位移的那个关系的话AX和这个SX它的位移的这个角度呢它差了一个负号因此呢这个θA和θ0呢中间就隔了一个π这样的话刚好就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加速度的方向呢呃是指向原型的这也是和我们最开始最开始第一个小节 所以里面得到的这个向性加速度的结论是相吻合的好我们在这个小节中呢介绍了我们怎么通过呃XY方向分解的方法呢用两个X方向和Y方向的直线运动来进行这个原动运动的描述 同样的话这个描述的方式和我们用角速度和角位移方向的得到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这个方向这个分解的这么一个研究方式呢也实际上是我们在后面曲线运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式 好我们最讲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